4月份的大地震接连灾害重创花莲的观光产业 而书花改的落实也变成是不定时炸弹 在旅客的心中埋下隐忧 暑假到了原本是旺季 不过7月份花莲的订房率却只有两成 为了活络地方的经济 县政府编列了10亿元的预算 要针对32万涉及花莲的县民要发行消费券 如果胜利在8月份就会上路 暑假期间往年人潮滚滚的花莲闹区 今年一片冷冷清清 0403号连续地震重创苏花公路 而北回铁路也因为落实 交通问题阻断了观光客造访花莲的意愿 加上原本来台必会造访花莲的大陆游客 也因为两岸关系紧张之下 几乎没有大陆旅游团来访 导致花莲观光产业雪上加霜 旅树也统计7月暑假开始到现在 订房率还不足两成 仅剩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花莲餐饮业跟夜市摊商 各个都叫苦连天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可以普及全花莲县的县民 能够带动现阶段的经济 因为我们旅树业做的都是 外面来的客人比较多 那可能对住宿的这个方面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提升 对于地方上的产业 中央没有办法给予这个我们对外对内的交通 最快的协助的时候 我们必须守住花莲乡亲的生活生计 所以在这里花莲县政府拟定了发放 我们振兴券的部分 为了扩大内区提振经济 花莲县府打算编列十亿预算 要普发给县民限时限定 在花莲地区使用的小面额振兴交费券 县府表示目前这个方案已经送交现议会 预计在7月下旬进行审议 如果顺利获得通过核定 最快8月份就可以上路 不过到目前为止 振兴消费券的面额及发放金额都尚未确定 再也两个强调 县府对振兴消费券的执行方式 和发放对象一定要讲清楚 不要让外界觉得只是在大撒钱 然后再来点准备 再来点准备